就要过年了,客居他乡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盛的妻子耿和,惯念仍然深陷牢笼的先生。不过在此刻,他说他最想对各界支持和帮助他们一家的朋友们,说一声感谢。 我特别喜欢我的爸爸,因为我的爸爸,对,他会,他老会跟我玩。 你要是爸爸来了,你想跟他说什么,如果你见到爸爸。 我一定会哭很多,因为我终于见到爸爸了。 两年前的过年,高智盛的小儿子高天宇录下了这段视频,今年是他和妈妈与姐姐在美国度过的第四个年头,而高智盛至今还是没有出狱。 著名维权律师高智盛先生的妻子耿和,在2013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,感谢各界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, 我希望美国政府呢就是高层吧,像奥巴马,像国务卿这个级别的人要出面,现在对高智盛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又有了6年了,还没有获得自由。 耿和特别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沃尔夫先生和史密斯先生,一直为高律师的自由奔走,他说,已经把沃尔夫议员的信,转寄给高律师和国内的家人,让他们了解,美国政府没有放弃营救。 耿和2009年带着一对儿女逃离中国,并辗转定居美国,他说,自己的全家都为高律师自豪,孩子更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。 爸爸的梦想就是希望中国能跟美国一样这么富强,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拥有民主和人权信仰自由。 我说,你爸的梦想呀,就跟那个马丁度的金的梦想是一样的。 我们家儿子说,哦,那太好了,那我的梦想就跟我爸的梦想一样,我爸的梦想就跟马丁度的金的梦想一样。 我说,对家儿子说呀,我这为我爸爸做好。 高之胜律师,1966年出生在陕西,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,获得过国内、国际的多项奖励。 2004年和2005年,他先后三次上书中共当局,陈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迫害, 并被非法剥夺司法求助权利的现况,往后几年他时常无故失踪,期间并遭受各种酷刑折磨。 2012年3月,在失去联系近两年后,家人终于在新疆沙亚监狱见到了高律师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